站在一列同樣穿著 慈濟旗袍的玉佛隊伍中 幾位女性志工沒有特別顯眼 但走近一看 才發現當中有為大家都熟悉的臉孔 資深演員林奈華 我今天有這個身體 然後還可以立議人群 還可以去綁進人家 這樣能認識女性 有他們才有果 過去在五光十色的演藝圈打滾 如今吞去明星光芒 全新投入志工行列 把對雙親的孝順 轉移到養老院關懷 我們去到那邊 想說女兒回來看你 有開心嗎 大家就很開心 他看他們笑的時候 哇 覺得就好開心好開心 比有什麼有什麼寶貝 有什麼寶貝更重要 同樣也是把對過世母親的 思念之情 轉化為行善力量的 還有梁碧蘭 年輕時憑事業忽略了對母親的陪伴 直到母親往生後 才真正懂得何謂孝順 現在年輕欠缺就是沒有順 我給你錢了 就是我給你錢了就算了 重點是他要的不是要你的錢 他要的是要你陪伴他 我們之前年輕也是 沒有把愛蓋著 掛在嘴上 梁碧蘭說 母親生前愛念佛也愛助人 今年她以志工身份參與育佛 就是希望用實際行動來報答母恩 什麼事要適當 要講就要講 要做就要做 不能只想不做 母親節前戲梁碧蘭邀了兄弟姐妹一起回老家 回憶而時 儘管母親不在身邊 但家人團聚的威信 依舊隱瞞在他們之間 大家今晚知身美之公 台北報導